下面模糊这一段 这叫其姻缘呢 最后一段 大神垂慈 特留此间 大神是释迦牟尼佛 经缘 当来只是金刀灭尽 这个尽是本尽 释迦牟尼佛 在《无量寿经》里所说的 当来只是金刀灭尽 这是末法 有一万年 现在已经过了一千年 我们遵照 中国老祖宗的记载 释迦牟尼佛 出生在 周朝 昭王 嘉隐年 从这个记载来计算 释迦牟尼佛灭度 到今年 三千零三十八年 跟外国人所讲的 相差六百年 中国过去的老一代 统统用这个纪念 我们看最近的 徐云老后生 用这个纪念 地县老后生 也用这个纪念 他们的学生 谈虚法师 保健法师 都用这个纪念 那么正法一千年 过去了 相法一千年 也过去了 末法第一个一千年 过去了 现在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 第三十八年 换一句话说 末法王后九千年 这个经管用 要靠这个 我以慈悲哀明 特留慈经 知诸百岁 也就是 九千年之后 佛的今天 没有了 在这个世界 消失了 所以佛法 是应缘 孙法 不能止住 佛在金刚经 上说的很好 法上 应时 后宽 非法 法是佛法 佛法都不能止住 你止这就错了 佛法 是跟世间法 相对而生 世间法 没有了 佛法就没有了 世间法是假的 我们知道 所以佛法 也不是真的 一定要懂啊 通通通都是 善求方便 从方便 我们误入真实 真实 明心 坚信 是真实 自信里面 也罚不利 但是他又能生 万法 虽生万法 似有 理空 向有 信空 这个 世事真相 一定要懂啊 所以 于一切法 不可以止住 不可以分别 不可以起心 动你 你在一切法里 都得大自在 可以用这一切法 去读一些 还没有觉悟的众生 这样 六大众生 那么这一部经 最后灭 所有经没有了 无量寿经 还在世间 还留住 一百年 一百年之后 这部经 也没有了 还有一句名号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 又住一百年 在一百年之后 这个佛号 没有了 那真的是 灭法了 灭法 佛还是慈悲 没有佛法的世界 终生可怜 终生苦啊 怎么办 地藏经上 我们看到了 释迦牟尼佛 把佛法灭尽之后 度众生的责任 统统委托个 地藏菩萨 一直等 弥勒菩萨 将生 啊 架舍尼佛 将释迦牟尼佛的 一部 传给 弥勒佛 啊 架舍尼佛 现在还在啊 啊 在基祖山 入定 啊 有缘的人 曾经 遇到过他 啊 佛法 确实 不可思议 其有众生 知 思经者 随意所愿 借口得度 啊 那么将来 在这个 法灭尽的时候 啊 最后这一百年 只有这一部 经 你要是遇到了 众生遇到了 没有大佛报啊 遇到这部 经 遇到这个法门 随意所愿 你想得人天佛报 行 你能得到 你想身天 也行 也能得到 啊 你想到基罗世界 也行 啊 可以随你的意思 满你的愿望 又 发灭尽经 中 一句 无量寿经 最后入灭之术 啊 发灭尽经 里头 也有这个说法 啊 跟 无量寿经 上所讲的 完全相同 有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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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说法